说实在的这个其实我是厚着脸皮 在说这个话题了 其实真的是有点自己想的太多了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上课的时间 然后同时也是妇女节 以前叫的妇女节 现在不都叫女神节了吗 祝所有的女士女神们节日快乐 在路上跟大家瞎说两句 关于演员张颂文 张颂文的话是最近很火 你在YouTube上或者说是各种媒体上 一刷的话就是刷屏的 就是一个接一个 你可以把它之前的和现在的 很多表演的片段 以前他参加的综艺的片段 经典的一些画面 还有黄标这部片里面的一些 关于他的一些急警 把他所有就是那种比较出色的表演 都放出来 还有就是关于他以前是怎么被忽视 然后他是如何的能承得住气 在那么长20年的时间里面 十多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怎么一直就是在争取去演一些 不管是大大小小 就哪怕很小的角色 然后但是同时又是如何的 再去体会生活 感受生活 在那种就特别难 特别煎熬的这种过程当中 然后同时他也有一个工作室 就是表演工作室嘛 帮助了很多演员去给他们做一些表演的指导 特别是那种就是说遇到问题 或者说是一种偶像明星之类的 给他们一些指导 给他们有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些指导 关于狂标这个片的话 就是我现在也在看 其实说整个那个剧情来说和一个 我就不觉得怎么样 但从表演来说的话 还确实是不错 因为你说从剧情来说 就还有很多这种因为审查和一些 可不可以拍啊 或者说一个主题的问题 导师就是说那个故事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表演来说 然确实是很棒 那最近呢 也有两三个朋友提到张颂文 其中也有两个朋友提到 是跟我有一些关系 有个导演说 当时他catch我的话 是因为跟张颂文有一些关系 因为他从张颂文的表演 里面看到了我的某一些影子 就是或者说给他一些灵感 就是说 因为张颂文的话 他在演狂标里面的话 就是会有在释放一些 就是他比较自然的一面的 比如说他南方的口音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他也发现我有这样的口音 然后他就哎 要不然我用你 然后你也放松一点 就是尽可能的就是用你的方言 或者说是那个你熟悉的 你舒服的一些话 就不再去要求 你要特别标准的普通话之类的 这个就第一次提到了张颂文 其实张颂文我之前认识 但没多大印象 就我记得是在看那个隐秘的角落里面 好像有看到他 那还有就是 那这个的话其实对我 一下就让我重新去翻看 那个张颂文的一些视频 然后再有就是看狂标这个片子 然后第二位朋友 他就也就算那个时候突然 他发了一个消息给我 他说我觉得你跟张颂文蛮像的 呃 他说你可能有一天也会火 我就笑了 啊 我跟他还是其实是有一些一样的地方 就有那么一丁点一样的地方 但是那区别还是很大的 人家是科班电影学员毕业 呃 科班出身的演员 然后再加上从啊 上了电影学员一直就在啊 做演员这个专业里面去专研 那都是20年的事情了 那我才出来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那根本就不太可能哈 但他说为什么像他说一个是口音 他说我跟他的口音很像 然后可能是那种形象上有某一些地方像 那我后来看一下那个狂标里面的 一开始的那个造型 确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有点像我了 还有就是我确确实实说的是真的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跟他好像是同龄的 我是1977年生的 他好像也是1977年 然后他的出生地呢是广东韶关 新丰县 那那个地方离我的老家很近的 他离我老家估计就是大概两百一两百公里 所以我们说的方言是差不多的 我们都是说客家化的 嗯 他那个地方是有客家和粤语两种语言都有 但是可能都会客家化吧 我们那里就是说客家化的 所以的话我们说话的口音就是是有点像 但是他也张顺文有提到过 他当时是刚上那个电影学院的时候 就是那个普通话特别差嘛 就是没有训练过 然后就是老师给他最后通牒 要他在多少个月内两三个月内把普通话说好 说标准 逼他 那我是没有经过这个训练的 所以我 另外的话就是说 他现在出名成名也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40多岁嘛 40岁过了一半了 那我现在也是在这个阶段 开始去认真的钻研去学习 然后去努力的去朝着一个更好的演员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这些这可能两三方面是很像的 那其他的方面的话那还是跟他差距很大 但是有这两位朋友提到我跟张顺文 那还是令我很开心的 因为就怎么说呢 一个是他还是挺优秀的嘛 那另外的话我又跟他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然后又给我来说有一些鼓舞 就是虽然他是经历了过去的20年的训练 我是没有办法去民补这一段时间 我只能在更短的时间去尝试的去朝这个方向发努力 但是我觉得就算我达不到他 我觉得就算我能达到他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我也很开心啊 对吧 他现在来说是确实是演技方面啊 和这种四十几岁在一个演艺的生涯里面还好 不算太老吧 我觉得将来还有十几年的这种发展的空间 那对我来说 我没有这方面的太大的压力 另外的话 我又想在这方面去努力 那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 所以的话 这两位朋友提到我跟张顺文 我还是蛮欣慰的 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参考的偶像一个标准吧 我向他学习 然后我努力的去学 看看能不能一步一步靠近一点 还是要补充一下啊 说实在的这个 其实我是厚着脸皮在说这个话题了 其实真的是有点自己想的太多了 今天从上课的第一部分开始讲起啊 回忆起回顾一下 我们就是一开始在围着一圈在那个做那个reputation 重复的练习 现在重复的练习的话 已经上升到了就提高到了另外一个高度了 就是要去迅速准确的发现对方的behavior啊 那个状态 他的反应 然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啊只是重复了 如果只是重复的话 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无聊和那个就是啊 这关键不是无聊的意思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老师这个课程的设计就是说 你现在要去真正的互动起来 就是你发现对方的状态 他的想法是什么 你马上要说出来 说那个状态 所以今天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有一个 就大家发展到现在的时候 大家就很很怎么说呢 很敏感 然后也很直接说的话都很直接 比如说你会说一些对反应 比如说你在生气 你不喜欢他 就比如说你其中A跟B在reputation的时候 有时候会情欲有情绪嘛 就会说到啊你才你不对 我我我怎么样 然后他会 那另外一个C的话就会说 你不喜欢他 你感受到了关心啊什么什么 你他在关心你之类的这种话 就是是真正的情绪嘛 然后今天的话就有一个同学就是 就另外一个人说 哎你恨他 就是hate 他用hate这个词 你不你恨他 他说是我恨他 哇哦 就是这个 其实说实话当时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 只是觉得 哦对确实大家在说当时的状态 也不是完全不对啊 就是当时可能他心里就是当时那一刻就是 哦我不喜欢 但是这个词可能另外一个人说的会尖锐了一点 然后对方说哦是的我恨他 啊那那个说被恨的那个人他就马上就有情绪的变化 马上就演眼圈就红了 就他感觉伤害受到伤害了 那别的同学有的同学就很就就停下来说 哦我想提个问 就说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就之前有讲过啊 我们这是课堂 所以我们要相互的就是保护不能说说一些仇恨的东西啊 那种不好的词汇啊 那种不好的词汇啊 脏话啊 就是有针对性的那种种族的啊 什么的那种歧视啊 那这次的话其实有点模糊 就是不好说他是有针对性 他也确实是当时他观察到的现象 只不过用的词有点稍微夸张了一点 然后对方也认了 他说是的我恨他 就这一点上就是后来我们一直在讨论 一直在讨论在解释 但还好就气氛来说就是大家都说各自的想法 没有说很针对性的去吵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但是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这遇到这种场合 基本上会真的是会吵起来 甚至打起来都有可能 就会会过头重追猛打的那个感觉 但这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挺有克制的 就是用的词啊去说解释也好 怎么样都还是比较有克制的 然后点到为止就差不多就好了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有四个人上去做那个 independent activities 这个 第一个就有一个做的特别动情 就是假设他就在做那个就是说 他的谁他的奶奶去世的时候 他要去给他化妆那个场景 他他非常的投入 然后也动容流泪 就是紧迫性上是差一点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表演的成分更多了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一位同学他准备去打包 要去去去去camping 然后一堆东西很乱 然后开始打包 但一开始他打包没有那么紧迫 就是还跟就是比较casual这样 然后后来老师说你还有多久 他说还有五分钟 OK那现在只有两分钟了 马上他所做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真实 而且紧迫 就是马上你会为他着急 因为只有两分钟了 他确实这个事情未必能在两分钟完成 对这个我觉得最后面的半截的话 就是非常的做到了这个 这个课这个这个练习的这个要求 也达到了 然后再一位 再下一位就是 再下一位是什么 是一个碟子他弄破 弄破了 然后要把它给贴起来 那个的话他挺认真在做 但是我觉得还是紧迫性不够强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 就是一位同学上台去录视频 就是录一个也像audition那样去弹琴弹弹吉他 然后总是觉得不满意嘛 然后再拍再拍再拍 然后有情绪在里面 然后Fuck什么怎么不行 又在录了 那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还不错 但我觉得没有那个打包的那个那么好 然后最后他最后一次弹那个琴就弹得挺好 然后大家也也觉得他弹这个琴很有就是talented 这个吉他弹得不错 然后也就是很投入了 只不过说紧迫性上也还是串一点 这是今天上课的情况 然后我基本上大概想到了我该做什么 下一节课 我估计就是来做一个为孩子准备一个手工的礼物 但是比如说我正常来说 五分钟能做完 那我把它射成三分钟 让使得它更紧迫一点 对 但是我 就是还想在其他的因素也考虑一下 让它做得更加真实啊 更加有紧迫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